从小沈提供的视频上可以看到 这条虫子还在动 他说最近自己减肥 吃了十多天沙拉了 9月3号他通过美团外卖 在归宿前堂新区 宝龙城市广场店 点了一份法式黑椒烤牌沙拉 价格18块9 发现问题后他联系了店家 对方说给他退单 他不接受 打了12315热线 小沈说现在过了十多天 自己身体没出什么问题 但还是觉得商家 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不够重视 记者找到这家门店 一位张店长说 接到小沈的反馈后 也问了当天点沙拉的其他顾客 没有类似情况 店里做沙拉的菜是当天进 当天用完的 小沈也说食材没有不新鲜 然后我后来又联系了供货商 因为他那个生菜 生菜里面夹的虫子 或者是什么都有可能性 这个具体不太明 不太了解 然后这个做出来这个事情 首先我们也跟他道歉了 我们当时说 我也反馈了我们进货的 正规的渠道平台 张店长说 开始和小沈沟通的是门店的店员 以为是食物中有义务 所以说给他退餐费 小沈提出要陪同去做检查 门店希望小沈自己去做 如果确实是因为店里的食物 导致身体出了问题 门店会承担 后来双方还到市场监管所协商过 我的给出的答复就是说 三到五倍的赔偿 就是最高五倍 然后客人说不同意 他说食品安全法要罚你一千块钱的 这个东西你要提供证据链的 因为外卖从我们餐送出去之后 在这个过程中 有可能是商家别的同行恶意去 这个东西 然后中间过程中 不知道有没有被打开过 他也不能提供完全 就是一个纯粹一个照片 说点了你家外卖 然后里边有个东西 张店长表示 出了这件事小沈心里不舒服 他可以理解 赔偿的是可以再协商 小沈说自己不可能从吃外卖前 就开始全程拍视频 他不愿再和张店长沟通了 美团平台记录了小沈的情况 表示会介入处理 1818黄金眼镜之报道